QQ 最早 累了 大家好,我們是JF的雙Q 我是Laki仲岳 還有Mini Q Henry,哈囉 上一集呢,我們已經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婚宴花了超級多錢的 所以今天這集呢,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們花這麼多錢 是花在哪裡 先主要講,我們婚宴宴客的地方呢 是在大指點華 對,大指點華 婚宴的東西都做得很好 婚器啊,這些其實 就是也還好有婚器的幫忙 讓我們的婚禮才可以這麼順利 真的,我覺得大指點華辦婚宴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推薦 張妮跟Abby,關於桌素的婚器的話 也是另外一個Abby 藍經理的Abby 推薦他們三個,因為他們三個是服務我們的人 我們覺得很開心 對,然後我們的場地啊 是在那個花田好事廳 就是六樓的花田好事廳 對,算他們最大的庭 你看我們還有那種懶車會下來 LED的那個牆面那個門會打開 然後新郎可以走進來啊或是怎樣 然後還有什麼彩虹樓梯 還有可以升的星光舞台 我覺得那個場地真的非常棒 就是你要什麼就真的有什麼 還有天降小物的那個千錘 所以讓我們婚禮很加分啊 就是很多很多點綴的地方 真的很推大指點花 六樓花田好事廳 那除了就是我們需要 宴請的地方 宴客的地方以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周邊 就是我們其他花費的來源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一一跟大家介紹 我們就是找了哪些東西 好,那首先呢 我們先講我們的婚紗好了 好,婚紗最重要了 新娘進場一定要有婚紗 我們這次是找香檳蕾絲 之前有看到我有同學去那邊試穿 然後我就覺得好美喔 我那時候就是找婚紗的時候 我就想說那我要找這家這樣子 而且他就在天母而已 對,他天母一家店 對,然後我們就去試禮服啊 沒看過的有可以看我們左上角的那個影片 對 然後我們就是挑了三套嘛 然後他們家其實有很多的禮服 他們有分什麼品牌的跟精品的 兩種的價格其實會蠻有差別 不然我就記得我的白紗是最高級的 然後後面那兩套就是比較 比較還好 但是也都很好看 就是他們的設計其實都很厲害 就是看得出來跟我之前穿的婚紗 之前過去住的每一家婚紗 是有一個差別在的 那個等級又更高啦 對對對 像他們都是老闆自己去國外 然後買回來的這樣子 對,價格也差蠻大 然後他們的更衣室啊 那些也都很好啊 服務的人員也都很體貼這樣子 介紹的很細心 所以那時候選婚紗真的是 但我覺得你那時候選蠻快的 因為你已經穿了大概第三次 對,你就是挑到一個喜歡的人 你就欸,中了 就沒有再繼續挑 對,我也是 我覺得我算是一個很好的客人 就是我不會說很囉嗦啊 我會猶豫來猶豫去這樣 我就是真的 很容易下決心這樣子 對啦,還不錯 然後除了就是要有很美的婚紗以外 如果看我心事動態有po 就會知道我的妝也超美 喔對啊 妝髮這樣子 對啊 然後我這次是在IG上面找到的 一個叫做 菲比的彩妝師 對 那把她的IG放在這裡 我們就請她來幫我們化妝 我們化很多人喔 奶奶兩個 媽媽兩個 伴娘三個 伴娘三個 加我們兩個九個 對,九個 但他們團隊很大 對 就是那個彩妝師 還有一個自己的團隊 就是當天呢,菲比他會親自幫我化妝 就有另外一個髮型師會幫我用頭髮 嗯 然後其他助理啊 也會幫忙在旁邊遞東西 或是幫其他的人化妝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婚布 我們這家是洗糖婚禮布置 他有沒有看到我們後面的板子 對,後面的板子 是我們請那婚布的設計師啊 他們 我們剪下來 對,我們就說我們可以把那個留著嗎 因為我覺得很有紀念價值這樣子 對,大家上一集也知道婚布 其實花了算最貴的一個 我覺得真的算貴啦 對,但是 其實婚布很看個人 嗯 因為就是可能有預算的人就會做這個 對 但是如果沒有預算的人可能就不太會做 因為婚布真的蠻貴的 對啦 對,因為這是一個設計啊 算是別人的一個智慧財產的概念 依照我們新人的需求去幫我們設計 對 然後我們一開始的需求呢 就是講說我們想要簡約 然後大禮石 然後有金啊 加一些花意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幫我們設計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選的是 布曼加花意 對,然後還有一個線條 前面的線條的立牌 對,然後 然後再加那個 金色對不對 對,金色 可以給大家看照片 嗯 真的很美吧 對啊,很美 而且他是可以改一次啦 嗯 一開始他可以調三個字體 三個字體 你選了之後就不能再改了 他就開始用那個字體去設計 牆面的設計啊 可以改一次這樣子 我們也是好客人 我們沒有改過 對啊,我們看來覺得滿滿意的啊 就不用改了 因為其實都滿好看的 對,我們也是尊重 尊重人家設計這樣 對啊對啊 我們自己也很喜歡 而且我們自己也是設計人 我們也知道這個辛苦 客人會改來改去的辛苦 對對對 一修再修 final再final再final 對 我們找他們幫我們設計 也真的很開心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我們的 吸鐵 對,吸鐵 我們這吸鐵也超級美的 超美 我們這次是找 Mini Style Cub 給大家看我們的吸鐵 他還可以選擇兩種信封 我們就選擇一種 像粉色的 我們都是給年輕的朋友 酒紅色 這個很典雅的 就是給我們的長輩的朋友 大家有看到嗎 這是我跟中月 對,這是他們 十一田那邊設計的喔 對,這個是 帶花、插畫式 他每一個設計師的風格 然後費用也都不同 對,我們是設計這樣子打開的 對,四面的啦 對,四面 然後你看有我們的照片 哇 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是燙金 我們這都是雙面燙金這樣子 然後他一開始來的時候啊 他會先寄一個樣品包 這一整包裡面有很多的信封 可能你要 你有想要在這家設計的話 可以跟他們買這個樣品包 對 你就可以回去選說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材質的卡片 對 然後跟你喜歡什麼顏色的信封 好多喔 對 像我們這次的是這種 摺葉式的 對 四面設計是象牙卡300磅 頂級的象牙卡 手工超質感厚卡 這個500磅 哇 這個很厚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超特別的 這是 壓克力的 壓克力的 壓克力的奇鐵喔 可是這個成本就很高 所以就要看個人的需求 跟他的預算這樣子 對 他有風蠟貼紙 因為他就會 就會有很多種給你挑選 看你要什麼顏色的風蠟 我們就選擇燙金貼紙 就像這種 就是一般的貼紙 一般就會附這個貼紙了啦 然後還會有簽名籌 他會插畫很好用 對 然後像插畫他 他畫完也會把他的PNG檔給你們 你看這我們的簽名籌 哇 好美喔 我們直接在中間 還有李進步 李進步 很美 然後這樣子 然後外面也很漂亮 還有一個 這個就很可惜了 因為我們已經結婚了 這個是 結婚書約 你看是附一個像書一樣的 對啊 好美喔 然後結婚書約是這樣 你訂了喜田你就少買了很多東西 對 因為李進步你其實也要額外買 簽名籌也要額外買 什麼都要額外買 所以其實一次包我覺得更方便啦 讚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的婚禮遊戲好了 好 婚禮遊戲我覺得真的 對 很好玩 那家是My Big Day 對 我覺得My Big Day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是他們有一個那個 婚禮幸福留言 對 他就加入他的那個LINE官方帳號之後 你在上面輸入什麼 然後按傳送 然後就會傳送到 上面的大螢幕 上面就會跑出說 什麼什麼什麼 祝你幸福快樂啊 什麼什麼祝福的話 對 很棒喔 我覺得那個整個大家互動 就會很好 然後新郎跟新娘還可以在那邊 回留言說 謝謝大家的分享啊 對 或是用什麼大聲公說 欸 大家趕快留言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還有他的婚禮遊戲也很好玩 第一個是 快問快答 第二個遊戲是點螢幕 就分兩邊說 你要點哪一個隊這樣子 然後大家 看誰點的次數最多 對 然後那一隊就贏了 然後一二三名就會上台領獎 對 像我們 第一名是我們姑姑 對竟然是姑姑 很厲害 手指點很快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相片機 對 相片機 你就傳照片到那個LINE裡面 嗯 你就會得到一個序號 你就拿那個序號去 後面相片機換 對 然後你就會拿到很多照片 他一組照片會洗兩張 然後有一張呢 他就會給我們一個相本 貼在裡面 然後上面就可以留一些祝福的話 我覺得超棒的欸 這也是給賓克他們自己貼的 對 你看像我們有很多那個 奶奶的朋友姨媽 就很愛拍 他們拍得這樣一大疊很開心這樣 超划算的 他們直接印一大疊 我覺得就讓長輩很開心 對長輩就很開心 大學同學也會這樣子 很美欸 他旁邊就是買明天 然後放我們的照片 對 現場就會附很多的工具 就是筆啊 然後貼紙 所以裡面就可以貼很多小貼紙 你看維林的弟弟 寫你弟 什麼的弟弟 你弟是賊這樣 哈哈哈哈 他這些留言啊 都會留在 我們的line上面 他有一個新人專區 然後就會 一堆留言 那當天的留言喔 幾點幾分幾秒留的 他就會留在上面 永久的保存這樣子 對 你就想回顧也可以 他還有 就是最後有給我們一個檔案 就是所有的幸福留言 都在上面這樣 對 所以就真的很值得 就這個遊戲 讓大家開心 然後氣氛也比較好 對 就我們的相片機啊 他其實有很多的版型可以選擇 滿版 然後加相片框 一個六成四的 對 然後我們的相片框 他有很多套版可以選擇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設計給他們 像我們的就是自己設計這樣子 對啊 然後他還有韓式拍貼的 還有一種是書籤式的 然後他印的也很快 就序號輸入進去 他就馬上就印了 然後他不會退色 對 品質也很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還有準備婚禮小物 我們這家婚禮小物啊 是叫做 上網婚禮小物 就第一個就會找到了 對 對 我們在典華 他有天降小物 對 然後我們就準備了兩百個 金鏟子湯匙跟一個金叉子 對對對 捧花禮 我們都在同一個網站訂的 捧花禮就是面膜 我們準備混沙面膜 然後還有準備花椰菜禮 我們是準備男士手帕 那很好看喔 他是四面都有的 還有 還有探訪禮 探訪禮 就是有來新娘房的人 就可以拿個探訪禮這樣子 我們就有一個國外的婚禮小物 然後自己組合的那種 對對對 國外進口 還有MyBigDay的那個 前三名的禮物 對 像我們第一名就是送 一樣是婚紗面膜 只是他是禮盒組 就是他有抹手霜 對 然後第二名是金價沐浴禮盒 對 他有一個架子很漂亮 然後第三名就是擴箱禮盒 就是在同一個網站就可以買得到 所以就也不用到處買這樣子 對 他的婚禮小物都非常有質感 對 就是那種很夢幻啊 然後顏色也是我們很喜歡的 不會鬆鬆的 不會覺得爛爛的 嗯然後選擇也很多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買了就是一大箱這樣 對 之後拿回來就一起再分贓 對對對 然後大家收到就是在婚禮 就是有的吃又有的拿 大家就很開心 而且我們還有西餅 西餅就是上次有開箱給大家過 對就是斯特利的西餅 對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對我覺得斯特利的西餅真的好吃 就是每一片都好吃 沒有說我那片不想吃 對 這片不想吃都好吃真的 對 好再下一個 我們這次的攝影團隊我們請了兩個 平面攝影動態攝影 對 這兩家不一樣的 對我們這次動態攝影呢 是找run this way 是在IG上面找到的 作品都還不錯 因為其實我也是對畫面很要求的人 嗯 我就會看到有一些有點節奏不太順的 我就會 就會跳過跳過跳 所以我那時候也挑了五六家挑很久 然後最後選到這一家 我是覺得還不錯 對 就是畫面很好啊 然後也很乾淨 然後很舒服 然後氣氛也很棒 對然後我們也是 有學攝影師 有看到他們的設備也不錯 有啊 A73可以 A73加穩定器 對 roning的可以 對 讚 所以他們就當天也都是兩個人來 對 有兩台在拍攝這樣子 對 然後他會幫我們抓去樓上啊 或是樓下就拍一些其他的畫面 拍一些前導之類的 對他有特別補一些畫面 對 還有他們自己的那個構思跟想法 就是他有請我們帶一顆硬碟 他到時候會把素材放到硬碟裡面 所有的檔案都會寄過來 然後他會幫我們剪一個精華片 對應該三到五分鐘吧 然後他的膠片時間 就是通常就是照一般的速度 大概要三個月 所以我們到時候可能會自己先剪出一版 因為怕大家太期待 對 我們習慣速剪啦 沒關係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先拿他給我們的素材 我們先自己剪一版 然後之後他們那種 經檢版的 對專業團隊也再給大家看一次 對 然後我們的平面攝影啊 就是找 我們的 全家福的攝影師 對 對他叫Grey 灰色的Grey 他的IG也放這裡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找他 因為有合作過一次 然後也覺得不錯 對啊 他那天也有帶一個助理來 對 對 所以我們的攝影團隊就是 兩個動色 兩個平色 嗯 然後就感覺都還不錯 對 因為Grey拍過我們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放心 他拍的照片都很好看 對 對 然後最後一個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線上席帖 對 就是我之前在IGPO我們的電子錫帖嘛 嗯 然後我們電子錫帖就是在 Wix.com做的 嗯 我也是那時候想說 電子錫帖如果只傳照片 好像有點無聊 對 就是淡淡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去找到那個 Wix網站 他就很簡單 就自己操作 就可以做出錫帖這樣子 嗯 做出來很有質感耶 我們底下可以放連結 自己去划 哦好啊 缺點就是有廣告 因為我們沒有付費 因為想說只是婚宴錫帖 也不用特別買這樣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知道 電子錫帖怎麼做的 那可以 可以敲碗 好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蠻值得分享的 因為這個其實不會很難 但是大家都會有一個距離在 對 就是說哦好像要做網站耶 很難這樣子 但其實很簡單 好啦 那我們籌備婚宴就是 差不多準備這些東西 就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價錢大家就可以從上一集去 參考 然後我們自己是還有準備一個 after party 之後會在影片跟大家分享 對 對 放婚禮真的是會蠻燒腦的一件事情 對阿 對阿 就是要花很多時間啦 因為什麼東西其實 基本上都是要自己弄 對阿 對阿 所以還好我們有遇到很好的婚妻 嗯 婚妻幫我們很多東西都打理好 對 然後婚禮當天我們也不會很亂 因為我們什麼 有什麼問題我們就直接問婚妻 對 就當天我完全都不知道我在搞 就是上台然後下去換妝 就是一直換妝一直換妝 然後換妝完 換妝完大家都吃完飯 然後就在外面拍照了 對阿 我新娘的感受是這樣 但是其實 每一次上台的時候看到大家都很開心 QQ Q睡著 很累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留言 開鈴鐺 我們小字見 掰掰 真的睡著 掰掰 我們再睡覺 我們下了 你們下午 一會兒 一會兒 我們下午 一會兒 點兒 點兒